網顧各方反對意見 歐盟委員會初步裁定 將對中國電動汽車 徵收臨時關稅 希望歐方認真聽取 門內呼聲 理性務實地與中方開展磋商 避免環補貼措施 傷害中歐汽車產業的互利合作 和互動發展 製造貿易摩擦 加重消費者負擔 阻礙技術進步 妨礙能源轉型 執意加徵臨時關稅 歐盟算錯了哪些賬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張玲 今天下午 商務部召開發布會表示 對於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 中方已經多次表示強烈反對 主張通過對話協商 妥善處理 經貿摩擦 歐委會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調查 但中國電動車品牌 僅佔歐洲電動車市場份額的 大約8% 那麼歐委會揮舞這樣的關稅大棒 到底是為了什麼 在歐洲主要車企都表示反對的情況下 為什麼歐委會還是要質疑加稅 而徵稅接下來對於我國的電動汽車產業 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為了大家關心的話題 也不是今晚參與探討的兩位嘉賓是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魏亮和央視財經評論員劉哥 歡迎兩位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就此事回應的具體內容 歐盟一些成員國政府 和主要汽車企業 已經多次明確反對 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實施 反補貼措施 中方希望歐方認真聽取 蒙內呼聲 理性務實地與中方開展磋商 避免反補貼措施 傷害中歐汽車產業的 互利合作和共同發展 何亞東還表示 6月22號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與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 歐盟貿易委員東部羅夫斯基斯 舉行視頻會談 雙方商定基於事實和規則 兩大支柱 就妥善處理該案 立即啟動磋商 截至目前中歐技術層面 已舉行多輪磋商 目前 據中裁還有四個月窗口期 希望歐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抓緊推進磋商進程 儘快達成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商務部在今天下午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中國和歐盟雙方的工作團隊 正在就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儀式 抓緊推進磋商 那麼目前整個磋商討論的難點在哪裡 繼續推進的可能性有多大力量 應該說難點是在產業發展層面 和技術層面兩個層面上來說的 從產業發展層面上來說 主要是因為歐洲的電動汽車行業 它本身的產業退步了 那麼中國又在進步 所以在比較好和更好之間 歐洲的老百姓選擇得了更好 那又給了歐洲 尤其是歐委會這樣的一種危機感 那這種危機感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電動汽車大家很熟悉 設計新潮 那麼智能網連的技術先進 那麼相比之下 歐洲品牌的汽車可能相對落後一些 那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在過去幾年 中國的品牌的電動汽車 在歐洲市場份額越來越大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歐洲就開始擔心 是不是到了比如說 2027年2028年的時候 歐盟內部到處見的 都是中國的電動車 他們有這個擔憂 又擔憂自己的電動汽車產業 或者新能源汽車產業不爭氣 才使出了這樣的一個招數 那麼從技術層面上來說 這樣一種磋商的難點在於 要排除一些不應該徵稅的車企 包括了我們說 在歐盟內部 歐洲的車企會給歐委會施加壓力 因為從中國出口到歐盟的汽車裡邊 大概有50%是西方的汽車企業生產製造的 那麼這相當於大概有20億歐元總值的這些汽車 那麼不讓他們出口了 或者是因為這個關稅的原因 這個沒辦法出口到歐盟去的話 這部分損失誰給歐盟內部的車企來補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歐盟的消費者 和歐盟汽車的經銷商 他們實際上面臨的是更大的損失 大概有40億歐元左右 那麼車賣不了了賣不出去了 那麼這些人的飯碗又在哪裡呢 所以說在歐盟內部也會給歐委會施加壓力 當然從中國撤起的角度來看 那麼伸張這個正當的權益 維護自己正當的權益是合理的 那麼從這樣一方面來說呢 也會進一步的去排除 當然我想未來的這樣一種 磋商溝通的前景是有的 就像這個歐盟汽車界的致命人士講 說現在這個歐盟對中國的 這樣一種新能源汽車的反補貼調查 就像一場慢放的交通事故 我們必須要盡快的找到一個出口 說明包括歐盟內部的有識之士都認為 必須要有一個解決之道 同時呢應該說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 中歐在綠色發展和綠色轉型方面 實際上有很深厚和深遠的這種合作空間 那要從這裡邊找到更多的契合點 形成一種新型的互利關係 才是中歐在綠色產業 包括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相處之道 我想一定會找到這條路 也同時是找到了這條路之後 才能徹底解決中國和歐盟之間的 在相關領域的經貿 對說到這個慢放的交通事故啊 非常的形象 因為我們看到根據介紹 歐盟整個的反補貼的調查程序 是包括立案抽樣答卷核查 還有出財和中財六個階段的 那7月4號也就是今天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但是要等到最終的關稅決定是11月2號的這樣一個宣布情況 也就是說接下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劉老師覺得那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歐盟加征臨時反補貼關稅 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該如何突破這樣一個難題 大概率的話呢這個稅也是會加的 因為我們看以往的這個過程啊 就是從2010年開始呢 歐盟委員會呢對於中國的產品呢 那麼加征就是進行這個反補貼調查呢 有18次大概有6次呢 最後就是所謂的無疾而終啊 就是最後呢或者是當時的 就是所謂受損害人的話呢 提取撤銷我的這個主張 或者是到最後呢沒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有這個有補貼 所以最後呢就不了了之了啊 那麼有六項啊 比如說19年和21年分別有什麼 石墨電極和這個熱炸不就缸等等 這樣一些產品 但是呢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比如說2010年的時候 我們的光伏 那麼最後呢就是經過這樣一個調查 一般是13個月 13個月之後的話呢 那麼最後都會增加這個 懲罰性的關稅 所以現在看來的話呢 從這個勢頭上來看呢 大概率的話呢 是會增加這樣的一個稅收 但是他們內部來說 的確從訴求上來說是有矛盾的啊 比如說像德國企業 博物企業呢它有它這種自信 也就是說技術上的話 我還是可以跟你競爭的 同時呢我和中國呢有非常多的利益的相關性 所以呢那麼就像大眾汽車的領導啊 這個CEO就說啊這個保護主義 一定會帶來更多的保護主義 所以呢德國在這個事情上 也就是說寶馬奔驰大眾 這是全球非常有名的三家企業的話呢 都反對 但是還有一些企業呢 類似於法國和義大利 也有一些汽車企業 他們在全球尤其在中國的話呢 做的已經不太好了 但是他們在本土還有比較大的利益 所以呢相對而言 他們可能就更在意我們的這種進口 對他們的這種衝擊 但是呢也不太好意思直接 作為一個叫什麼舉報方啊 或者是就提出的受損害方 所以最後呢就是歐盟委員會 自己出面來作為一個 這個主張的這一方啊 所以呢現在呢 那麼整體上來說 因為雖然有利益的分歧 但是呢總體上來講 走到這一步來說 我覺得大概率 最後的這個懲罰性關稅的話呢 會加上的 嗯 那歐委會這一次加征臨時關稅的 這樣一個主張 我們把時間再往回溯的話 會看到是去年10月份 歐委會就宣布以抽樣的方式 對中國的車企發起了一個 反補貼調查 魏亮覺得這樣的一個調查 是否站得住腳 我覺得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我們講這個調查 它實際上很蹊蹺啊 呃 要說一個反補貼調查 你總要有產業界的支持吧 對 實際上這回沒有企業 沒有受損害方 對 來來來來主張說 我應該讓歐盟來啟動這個調查 就沒有人有這個訴求 對 所以說呢 歐委會這次是既當裁判員 又當運動員 不知道是要下場角或什麼事 所以他的政治利益訴求 要大於對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憂慮 第二個呢 就是他幹這件事 歐盟的車企高興不高興呢 顯然不高興 我們看歐盟的諸多大車企 包括德國的和其他國家的一些 商業的行會和協會 紛紛站出來講 說你這樣不合適吧 你這樣是在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嗎 對 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講 歐委會到底是在扶持這個歐盟的企業呢 還是在利用歐盟的企業呢 這就讓人覺得很吊詭 當然同時從這個抽樣來說 就更有意思了 抽到的 好像我看到的都是中國品牌 對 一個歐盟的品牌 一個美國的品牌都沒有 就非常精準的就抽到了 對 但是同時 這些中國書向歐盟的 這些這個汽車裡面的 新能源汽車裡面 50%以上是西方品牌的 那麼據說呢 有些西方品牌的 第一大是特斯拉 對 希望通過調高價格的方式 來對沖這個反補貼稅 也就是說 他們在內部 還是有一些小心思 小九九小算盤的 從這樣一點來說 能說它是一個 站得住腳的反補貼調查 以及今後是一個公正的裁決 顯言是不能的 劉老師你的觀點 對 就是剛才呢 我們已經說過 第一就是說 沒有受損害主體 因為按照它那個流程呢 其實是兩條線同時走 就一直對我們一條線呢 就是要這個來進行現場的話 要一月份就來過的話 那現場要調查 另外一條線呢 就是受損害者要進行舉證 但是現在這個就完全沒有 這跟一網的這個過程完全不一樣啊 另外呢就是它的這個抽樣不公平 剛才魏亮眼說了 還有第三條呢 就是說它的這種可獲得事實啊 也就是說 如果你呢 我讓你舉證 但是你最後舉證的話呢 如果不充分 那麼我可以單方面的話呢 認定這個事實 但是呢它又沒規則啊 到底怎麼是算認定 怎麼算不認定 不清晰 所以呢就整體上來講呢 就是一個不公正不透明的濫用調查 這麼一個過程 嗯的確我們也看到 針對歐盟對我國電動汽車徵收臨時 反補貼關稅的舉動 德國汽車工業協會3號的時候發表聲明 對此表示反對 我們來看短片 德國汽車工業協會3號發表聲明稱 反對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 徵收臨時反補貼關稅 聲明指出 此舉尤其會影響歐洲車企 及其合資企業 因為歐盟從中國進口的相當一部分電動汽車 來自歐美製造商 而這些企業在華合作與生產 是歐洲能源轉型和提高競爭力的重要基石 另一方面 中國的原材料和電池等先進技術 為歐洲電動汽車工業提供了保障 額外關稅 會使電動汽車在歐洲市場更加昂貴 從而限制消費者購買 BI挪威商學院戰略教授卡爾費 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關稅 會讓歐洲消費者難以買到價格實惠的產品 歐洲的綠色轉型步伐也會因此放緩 如果我們說五十年後 人們都會說 中國電動汽車工業 都會說出現了 中國電動汽車工業 都會說出現了 中國電動汽車工業 都會說出現了 中國電動汽車工業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位於北京的中國歐盟商會 針對歐盟對我國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關稅 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唐亞東在接受的採訪時表示 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情況 歐盟商會堅定支持增加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 中國電動汽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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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國家 自从12号欧委会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之后 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欧盟内部的声音是不同意的呢 因为他们的声音不同意表示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立场不同意 那么立场不同意呢主要是利益不同意了 实际上刚才小片里边也有所涉及 包括刚才刘老师也在讲 就是欧盟内部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格局方面 也是不均衡的 有些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好 有些可能还停留在传统的燃油车的时代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就产生了比较新 产生了我们说有可能是一种嫉妒性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有些国家就支持反普贴调查 那么有些国家就反对反普贴调查 那么同时呢 这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充分的这些国家 还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因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水平比较高 那么这些欧洲的汽车厂商 纷纷把他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地 生产基地挪到了中国 那么是反向再输回到欧盟当中去 那实际上他们也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说我们给中国实施一个反普贴调查 那么实际上它打击的是欧盟内部某些国家的利益 那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 欧盟内部这些成员国本身自己就开始 它的分歧就开始上升 同时呢 他们又不愿意说公开的把这个矛盾公开化 因此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突然欧委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反普贴调查的决议 那么同时呢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申诉说我受到了损害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批汽车厂商来说呢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看起来很多矛盾的事情 背后它实际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分歧 对没错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欧洲和美国是全球三大电动车市场 那么欧委会提出来的一点是说 中国电动汽车是对他们构成了威胁 但是其实我们也算过这样 因为整个中国电动车品牌仅占欧洲电动车市场份额大约8% 所以欧委会这笔账到底怎么算呢 现在是暂本的8%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 因为其实欧洲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企业 我还真去研究过他们的这些电动车这方面发展 就是说本土上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滞后 而且他们打的本来也是中低端市场 那么中国的这些电动车的这种价格的竞争力 和整个综合的竞争力太强 所以他们是有深深的担忧的 但是实际上从以往的其他一些产品的品类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光复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欧盟下了狠手 那么就是说完全是和现在这个汽车差不多的过程 那么最后也是加了关税 而且这个的确是导致中国的一些企业 当年我们记得什么英利 无锡尚德 的确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整个企业就垮了 但是欧盟由此成长起来 特别强的光复企业没有 所以就是说你这种产业政策 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话 试图去给自己的这个企业有一个发展成长的空间的话 恐怕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更多的如果要是说我们大家能够在欧洲的市场里面的话 竞争反倒可能会让一些欧洲的一些相对比较转型落后的企业的话 能够有一种紧迫感 而且还有一个矛盾之受在于 一方面我们看到欧盟挥舞这样一个关税大棒 其实是不得人心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 还有我们的补贴优势 这应该是一种双标 对 显然是一种双标 而且所谓的产能过剩和补贴优势 它本身就是伪命题 我们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 它是和全世界一起起步的 那应该说它是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 通过我们的苦干实干干出来的一个新型产业 那这个新型产业实际上也受到了 包括欧盟消费者在内的全世界的欢迎 我们有数据显示 自从欧盟开始要搞这个反不贴调查之后 那么欧洲品牌的电动汽车的销量 掉的可是比中国品牌快得多 这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中国的汽车更好吗 更适合欧盟消费者的这样一种心愿吗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欧委会它本身是用一种过时的思维 是用一种他们在工业革命早期的一些想法 来套用到了中国身上 形成了这样一种幻象和假象 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幻象和假象 怎么可能得到真实的公平的这样一种裁决呢 当然我们说从发展的角度讲 应该说欧洲的电动车产业也需要发展 那么新能源汽车产业是需要同步的发展的 那么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很广大的 这个市场就是中欧之间的 这样一个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市场 只有把这个市场做得越来越大 使得中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都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那么实际上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供应 我们如果把时间倒回到90年代的时候 我们说中国的大地上跑的都是德国车 法国车 老三样都是来自欧盟 那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回摆 那这种回摆也可以带来新的气质 没错 好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欢迎回来 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反补贴关税 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不仅会对欧洲的消费者和企业 造成负面影响 还将阻碍欧盟本土电动汽车的市场发展 也不利于实现气候目标 关税不会削弱中国电动汽车的地位 也不会提升欧洲车企的效率 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 和主要的汽车企业 也已经多次明确反对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希望欧方能够认真听取这些呼声 理性务实地与中方开展磋商 避免反补贴措施 伤害中欧两方汽车产业的 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很多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